在洛杉矶就有不少目击者报告说 亲眼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这个中型的飞行器就是美军收缴的一个 希特勒一直在研究的秘密武器 由于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纳粹在南极进行的太空项目 所以在南极的科学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反重力飞行器 并取得了比德国本土太空项目更大的进展 哈喽大家好我是K姐 今天我们来聊来自南极的黑科技 许多研究学者在研究德国人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活动后发现 他们不仅对UFO和外星生物着迷 还对先进的科技十分执着 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有着两个独立运行的太空项目 其中一个由海英里希希莱姆和汉斯塔姆勒负责 主要研究反重力飞行器 当时的纳粹科学家们认为反重力是可行的 所以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反重力飞行器开发为战争武器来征服世界 当时的困难就是把大炮与反重力飞行器放在一起 因为大炮运行的后挫力会损坏反重力飞行器中的涡旋设置 所以希特勒希望能直接将能量转换成武器 再与反重力飞行器合并来增强纳粹军队在战争中的打击力度 能量武器可以包括等离子武器 机关武器 电磁武器等等 能量武器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远距离精准打击和定向大范围杀伤 甚至可以防御导弹 当时全欧洲最大的企业法本公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和制药企业 他们就一直致力于研发能量武器 只不过武器化的反重力飞行器科技还未真正成熟 纳粹德国就在1945年战败了 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出现了很多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新闻 不仅在德国有 在美国也有 在洛杉矶就有不少目击者报告说 亲眼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比如1951年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卢伯克不明飞行物等等 这些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在各地的UFO事件 是否跟二战期间德国的反重力飞行器发明有关呢 之前我们有提到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有两个独立运行的太空项目 一个在德国本土 致力于研究如何把反重力飞行器武器化 另一个项目则建立在南极 由德国秘密组织修离社 黑太阳组织沃瑞尔协会共同建立 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独立的太空项目呢 这个我们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修离社是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前身 当中主要领导群体来自于德国贵族精英阶层 可正是这一群德国的贵族精英阶层 把希特勒推到了领导德国工人党的位置 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一个既有魅力又会演说的民族主义者 来领导工人党 而希特勒正是他们的完美人选 后来这些德国贵族阶层认为 他们需要人力和资源去建立太空项目 来实现星际自由旅行的目标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 南极成了太空项目最合适的地点 在1938年左右 纳粹德国组织了他们的第一个南极远征队 开始着手建立南极太空项目 在整个二战六年的时间 由德国的潜水艇舰队搬运了大批器材 资源和人力去到南极 着力研发太空旅行项目 穆迪和德国本土的太空项目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纳粹德国建立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太空项目 1945年 纳粹党在盟军的占领下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宣布结束 当时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弗里斯特尔 立刻去到了德国 他和同僚们在那里发现了纳粹一直在秘密研究的科技 这个中型的飞行器就是美军收缴的一个 希特勒一直在研究的秘密武器 由于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纳粹在南极进行的太空项目 所以在南极的科学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反重力飞行器 并取得了比德国本土太空项目更大的进展 一直到1946年12月 美国五角大楼开始了一项名为高空降落的绝密行动 派遣了大量的舰船和飞机前往南极洲 执行所谓的勘测开发南极矿葬的任务 而实际上 这项绝密任务的真正动机 却是在南极寻找所谓的纳粹余孽 这次行动中 美军获得大量纳粹科研文稿档案及实物 此后 美国军队上层开始郑重考虑这个之前从未被重视的反重力科技 由于当时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对立 双方都意识到纳粹遗留下来的科学家将有可能成为自己战胜对手的武器之一 所以二战后 美苏两国都努力尝试用优良的待遇和福利去获得这些最有价值的纳粹科学家们 美国政府战后立即进行了一项秘密计划 名为Operation Paperclip 中文叫回文真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把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来为美国政府效力 这期间引进了德国的火箭航空领域科学家 还有科学家来自于建筑学 电子学 医学 材料学 物理学 以及情报领域 这些人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当中不少人是UFO和外星科技的狂热追寻者 其中公开表达过对UFO和外星科技深信不疑的 就有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奥伯特和德国火箭 时常公开表达自己对UFO和外星生物的坚定信念 他曾在杂志The American Weekly发表意见 It is my thesis that flying saucers are real and that they are spaceships from another solar system I think that they possibly are manned by intelligent observers who are members of a race that may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our earth for centuries 我的论点是飞碟是真实的 它们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系的太空飞船 我认为操作飞船的是高等的智能生物 是另一种种族 那种外星种族 可能已经调查研究我们地球几个世纪了 尽管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了种种反人类罪行 但当时美国政府不顾总统杜鲁门和爱因斯坦的强烈反对 把2000名左右的纳粹科学家分批次带到美国收为挤用 尽管美国和德国纳粹的政治理念完全对立 但两者对UFO和外星科技同样的坚信和热爱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尽管在民间有各种科学家一直执着于各种黑科技 比如加拿大物理学家约翰·哈奇森 他的反重力实验已经让普通民众感到惊叹不已 但比起美国政府真正的科技 那真是小物件大物 因为美国的政府军队拥有大量资金去支持他们的科技研发 并且在二战中搜集到了不少纳粹科学家的科研成果 不管是文档类还是实际的成果都被美国收入囊中 所以美国政府其实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先进的科技 很多不为人知的科技都是政府的高等机密 在没有被法律允许解密的情况下 我们还无法得知 但是通过曾经在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工作过的科研人员 李奇福西爆料 美国其实早在1954年10月份 反重力飞行器科技已经成熟 在上世纪20年代 通过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汤森布朗的研究 就已经初步了解了反重力的可行性 著名的1943年的费城实验就是证据之一 当时美国海军的一艘船突然消失 又突然出现在320公里之外 说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想到在2014年美国海军雷达拍摄到的一段UFO视频呢 K姐早期的那集UFO视频就有提到 那也是首次被美国军方承认的UFO事件 据解密的军方报告描述 那是一个大概13米长 实心白色的椭圆形物 无发动机短舱 无记忆 那个不明飞行物从约18000米的高度 突然以超音速眨眼的功夫俯冲而下 到距离海面上方约15米时突然停住 也就是说 那个不明飞行物在眨眼的功夫 就从约18000米俯冲到了15米的高度 又盘旋了一阵 接着再以超音速的速度迅速离开 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高超飞行力 而费城实验也展现了同样的不可思议的消失和再现 1943年进行费城实验时 正是处于二战期间 所以政府并没有精力去投资多余的经费研究反重力 直到二战结束 德国战败 美国从德国那里得到的科技成果 让美国在反重力的研发上有了质的飞跃 接着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 美国政府确实获得了UFO残骸以及外星科技 K姐在早期的UFO影片里也有讲到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那期罗斯威尔事件 说到现在 我们可以来捋一捋美国研发反重力飞行器的时间轴 首先 上世纪20年代 通过特斯拉和托马斯布朗对反重力有了初步的了解 接着 在1945年二战后 获得了大量纳粹德国的反重力飞行器研究成果 再加上1947年 罗斯威尔截获的外星飞来的UFO 所以美国的反重力飞行科技 才能在1954年得以成功 一些研究学者发现 上世纪50年代布朗和其他科学家还公开谈论过重力控制和反重力的研究 在当时 反重力是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直到50年代末期 这种反重力的声音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迫于政府的压力 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火箭 飞机等太空计划 政府甚至有意识地封锁了特斯拉的研究成果 因为他们只是希望人们把目光投向火箭和飞机 也因为当时和苏联的冷战 他们并不想人们知道美国反重力飞行器的存在 1954年 美国反重力飞行科技的成熟 预示着未来以石油 天然气 煤炭为燃料的时代将会结束 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运用高电压和高频率 并通过电磁场产生的零点能量 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石油 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来驱动 有人会问 那为何美国要隐藏如此重大的改革性的发明 而不去制止这个世界 因为石油煤炭等的开采 而日益恶化的环境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整个世界发生改革性的变化 那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利益将会重新分配 但因为这些都是美国的高等机密 所以直到现在 美国官方也没有公开承认过反重力飞行器的存在 比如这些年 人们渐渐地了解了TR-3B 在几年前 政府突然放出这个消息 其实美国也是在让世界 从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世界 慢慢转变为零点能量 他们将在未来 逐渐地把这些科技展现在世人面前 就好像TR-3B已经存在了二十几年了 到几年前才渐渐把消息放出来一样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 也许是十年 也许是二十年 我们无法得知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一场能源改革正在到来 好 我是K姐 记得点赞订阅 下次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